国民党现在要帮侯友宜怎么帮呢 居然去占桑州的小编 这个是国民党的高度跟层次 这是国民党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请教博文哥 现在桑州算说侯友宜的政见就是点点点点点 其实侯友宜你应该要立刻接受桑州专访嘛 就是做一个我有什么政见嘛 结果小编没道歉 小编还说小编还没有被败来掉 不足之处呢 我们虚心聆听 哇 现在呢 侯伴这边开始占啦 就说你是不是黄金国戚啊 你怎么会这样 我们要退订桑州啊 是国民党高度吗 我觉得侯友宜这样的处理 我觉得非常的糟糕 因为其实大家都清楚啦 每一个候选人的阵营 假设你硬说我有什么政见 那个随便掰都可以掰好几百条 随便一个细项啊 我一个交通后 我就可以从头到尾 我掰个五十条一百条都没有问题 交通环保各方面 其实那个小编之所以会用点点点点点 其实他是在暗讽 或者他是在凸显一个 他内心认为的事实 就是说在选举过程中 每一个这个候选人提出的政见 至少社会有回响 或者大家有回应 或者大家有记忆 或者大家很清楚你在谈什么 但是侯友宜的政见给人家感觉 或者是他这个人的个人特质 给人家感觉 就是你仅仅好好好做大事 整个字而已 其实小编他是在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说你这个政治人物 你这个候选人是没有什么特质 没有什么Christmas 也没有什么让人家特别的记忆点 我认为我非常赞成 像这个陈嘉宏 他昨天也写一篇 他说其实这个是属于小编的一个言论范围 那照理讲侯友宜今天看到小编这样的点点点点点 他应该心里想说 哇原来这个社会上对我的记忆力 或者觉得对我的那个人格的判别力 或政见的判别力很弱 我应该要加强 你应该好好去跟他沟通啊 这个政见也不是说 就随便我要丢出一个十项五项 而是你要告诉他我的大原则大方向 甚至最重要的一点你拿给他 然后让他可以为你来宣传 但是很可惜 侯友宜竟然是用那种 什么我要退定商周 然后对商周有这个非常严厉的批判 接二连三要求道歉 我觉得侯友宜那个感觉 好像真的是把商周动小喊 就好像觉得你哪里可以退华呢 这个是不对的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商周把它定位成是一个什么偏绿 或者是这个比较轻绿的媒体 我觉得是太冤枉 因为它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杂志 长期以来也偏重于这个经济产业这个部分 结果被侯友宜搞成这样 所以我在想 这个侯友宜目前的状况 也难怪郭台铭蠢蠢欲动 好所以请教一下慧珍姐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有点科技失分呢 你看刘采薇就说 哎呀小编是不是皇亲国戚 奇怪耶 四个要选的人 只有侯友宜被点点点点点 要不是其他另外两个人也都点点点点点 然后连胜文呢 说要帮侯友宜出气 结果呢三个字里面 侯文宜打错两个字 哎呦 怎么会这样子啦 所以连胜文是不是应该要先把自己的小编 先搞好 先管好 再去管别人 第二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为什么商周会这一次 把四个总统的一个参选人 会把他们这个做他们的AI 因为商周的一起封面 而且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查报导 就是在讲说 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不管是蓝绿政府 为了要去发展这个高科技产业 所以让台湾的很多的一个所谓的山头 或是让很多的自然环境 因此而受到影响 他们是做一个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调查报导 他们cover story是这个 所以他是因为这个东西 然后去研究未来四个可能的一个参选人 他们在这个AI领域上 你如何去取得产业跟生态的一个平衡 所以他们才会把每一个人的 把研弄出来 然后他们未来产业政策 那可能人家上周小编看看 就是你侯友宜没有讲到AI产业 那侯友宜好像这两天有补充 我说有啊 我们的能源产业什么 不好意思 如果是说AI产业 高科技产业 不是讲能源产业 同样啦 题目不一样 看清楚好不好 真的是 我就觉得给你机会补答了 结果刚才还是有点答错 不过我是觉得 政治人物对于媒体 你应该要有一个哑量 这样就有我看到其他的媒体人 就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他如果是那个侯伴里面的人的话 他就会用反凤的方式 比如说天下杂事是全台湾最关注 什么人文新闻的杂事 然后金周刊是最掌握所有的脉动的 然后商业 一周刊是最怎么让人家 什么掌握所有时尚资讯的 商业周刊点点点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回凤嘛 就是你不是说好笑吗 那我就来 我也来哭诉你看你有什么感受 这是一种好像免礼珍的做法 那如果你更大气一点 你就说哎呀 如果你没有很清楚 我现在好好 我说给你再听一遍 你上次派人来 我跟你做一个一小时的专访 我觉得都有非常多可以处理的方式 最笨最笨最笨的方式 就是他现在处理的方式 你没有大事去跟一个 后面有大概几十万的一个 所谓相对来讲是经济选民 而且可能他们过去一二十年来 都不太参与政治 因为喜欢看上周 订上周人是想要发财的 是想要翻转自己人生的 是想要靠着 所谓的上流社会比较近的那种人 所以他本来看了一二十年 就是你现在用那 对他的媒体他长期订了杂志是这样 他会觉得说奇怪 那他讲的上周 讲的有很针对你吗 也没有啊 那你呵呵共同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无意之中 无情之中 他也得罪了经济选民 这一块反而是应该 他原本要紧紧抓住的 那有时候这样处理一个态度 处理事情的态度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高度 那我觉得他在这里 是确实是有点是 更让人家觉得好笑一件事情是 你现在有三个总统参选人 你也是打来打去打来打 你们请整党之力 去对付一个小编 那不是也很莫名其妙吗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现在国民党是像赢的 还是说因为 觉得有点跟不上第二名 第三名跟第一名 所以就干脆自我放弃 然后只好把自己降格到 跟上周的小编一较高下 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 这样子的处理态度 真的是没够聚了 怎么样把扭转 把原本的劣势转为优势 有时候也是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 国民党的政府主席秘书长 如果没有出示录音录音带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不要相信 因为讲什么话 我也是你说的 是不是你做的 你接受媒体反问 说出来 对不对 到后来被人家打脸打脸以后 你又修正 那我到底要相信 哪一个发言是真的吗 你要站出来发言 那么你就必须确信 你所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都是真的 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吗 林顺文他自己本身 出来讲的意思是说 他本来的行说说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是好意 三个礼拜前 就请他跟郭台铭 郭伴这个地方联络呢 他们谈过了 但是郭伴他们那个地方 很明显的告诉你 就是郭上侯下 没得谈 因为这个前提 如果没有办法谈的话 没有办法打破的话 根本没得谈 所以就破局 他当时媒体也好 把整个情绪 不就这样吗 那结果人家搞了半天 跟你讲说 第一 你根本就没有跟郭 一个月之内 郭台铭没有跟你们 任何人见过面 第二就是 那么郭台铭没有这样说 他们也没有表达这个样子 所以到后来 又变成你林顺文 又重新再讲一遍 修正 修正说 你确实没有跟郭董见面 那么你是透过 他的亲属呢 那么用讯息 见面 跟郭台铭见面是第一个层次 对 第二个层次是 那你没有见面 用打电话 还是传讯息 那是又第二个层次嘛 第三个层次是 人家说 人家说没有这个所谓的 郭上侯下嘛 到底要相信什么人的 所以林顺文也是姿态摆得很低 说如果有误解的话 他愿意致歉 但是希望能够怎么样 我问你嘛 为什么你第一次就不把他讲清楚呢 为什么还有就是 为什么你们每次跟郭台铭 他们这边阵营 在联络的时候解读都不一样 解读出来 你讲的那一套 跟郭台铭认识这套不一样 5月17号郭台铭 还以为自己会被国民党提名 那为什么会那么离谱呢 所以我说要有密录器 你知道吗 录音带录音党全部公布 然后我就相信你 否则我不相信 很简单 为什么 你们讲的 你当时黄建廷跟朱立仁讲的 跟郭台铭讲的又不一样嘛 你们为什么都会有这样不一样的东西呢 不过 那么重点不在于 这个因为他好像 这样会让人家感觉就是 郭台铭就阿爸 对吧 听说好像他很强 人家跟你谈嘛 对不对 各位 高端这几天不是 WHO通过嘛 对不对 记转嘛 对不对 所以打高端的人 我们打高端有什么不对 可是打BNT的人 现在都在骂 现在都在打郭台铭 很简单吧 国民党的人都在打郭台铭 对啊 今天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又不是你郭台铭的钱 对不对 红海出了钱 怎么不讲台积电 我们可能打到台积电 可能打到慈激的 可能打到红海的 你永宁基金会也出了7000万美金 你怎么不讲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非常可笑 为什么 各位你说 这个民调高高低低 对这个数字没什么兴趣 但是你看 我们节目到现在 都在提郭台铭 对 礼拜一谈到礼拜四了 还在郭台铭 这样就够了 为什么 他在网路声量跟讨论度 他达到他要的目的 对 他现在是最后一名 他是刚起步而已 他慢慢走慢慢走就好了 我都担不住了 只要我们又在讨论他 他就赢了嘛 嗯 阶哥 一直 de约